台北市观光宣传大使的身份 来马推广台北 在宣传活动上 尽责地推荐了台北的 吃 喝 玩 乐 游 五大主题 以及大马民众 到台北观光必玩的五大游城 还特别推荐了 许多自己喜爱的台湾美食 台北好吃的太多了 像我背后这个五个 五个看板照片 就是这次 其实是台北市政府特别推出的 五大主题 十大旅游路线 一些好吃好玩好逛的 台北市真的是 不管就像我刚刚在大舞台介绍的 从早上一大早到凌晨 都有地方可以去 如果大家喜欢念书的话 成品是一定要去 最近很夯的动物园啊 团团圆圆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 每一次的登报率都非常的高 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夜市 像我自己很喜欢工作完以后去按摩 那通话夜市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梁文音音出场就演唱了台北市 观光宣传主题曲 Happy Holiday 歌曲与宣传活动气氛非常吻合 现场一片轻松愉悦 贝伟认为台北市观光宣传大使后 梁文音更负责任地深入去了解台北市 当个称职的宣传大使 这首歌是因为这次呢 我非常的有幸担任台北市观光宣传大使 然后有拍摄那个宣传影片 其实啊 我因为我自己是到台北 因为到台北参加歌唱比赛 我才开始就是住在台北 定居在台北 然后也才慢慢认识台北市 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 好吃又好逛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更了解台北市 然后也可以把台北市的好 其实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像我自己住在台北 也不见得真的有机会可以到每一个点 那这是因为担任观光大使 我就有那个责任 要好好的认识台北市 然后好好的介绍一番 制约会不会带领自己的粉丝 组团到台北游玩 梁文音笑说大马的粉丝 其实对台北都已经相当熟悉了 其实我带他们去玩是会比较难 但就是像我常常会办一些先唱会 然后就会选在西门町啊 或者是威秀啊 这些也是顺便可以让他们去走一走 看一看吃一吃玩一玩的地方 希望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来到台北市 然后刚好就是也可以在 选在我演唱会的时候 顺便来听一下我的演唱会 海手影娱乐最来 好 这样的事都不够 爱有什么又美好